超熱鬧的北投市場 這個北投真的太厲害了 市場有夠大的 剛剛去那個騎車經過那個什麼 中氣市場都還沒進去過 等一下有空再去看看 先來逛一下青江市場 菜很便宜 哇一斤十五塊 菜又很新鮮 每一攤生意都超好的 也是因為快過年了吧 我覺得這攤好像滿便宜 來看看吧 看一下有多便宜 我們的二五一條十米 黑市番茄一斤十八 牛番茄一斤十八 好便宜喔 彩椒兩粒三十 誒 逛一逛好像這間最便宜的 剛剛去比較一下隔壁攤 跟對面中間那邊有一個在賣什麼 魚山高麗菜的 都一顆六十 可是摸起來有點重量 所以我覺得好像應該還好 可能沒有很好吃吧 那現在就來看看這一攤囉 誒 我剛剛說那邊有一個三條二十塊 或三條二十五的這個 這個蘿蔔 這邊 三條二五一條十塊 喔 果然是這邊最便宜 而且這個青椒一條五十塊 好 好讚 來逛吧 我要來挑 果然這麼多人來這邊買 剛剛跟那個路人吼 這個穿黃色上衣 然後下面是黑色的那個 那個阿伯 不能叫阿伯 大哥還可以 剛剛要挑一下這個青椒 五塊錢 這時候史上看過最便宜的青椒 賣一條五塊 以前這個青椒在一百十塊而已 這趕快賣一斤二十塊 是便宜嗎 不曉得 他跟我說這個青椒 這一攤賣 這一攤的那個 的那個菜市場 那個賣這一攤有沒有 其實跟那邊那一條 過走過去那邊 那一條有一排也是一樣 同一個老闆 所以賣的都非常便宜 你看 去哪裡買到這個 兩粒三十的這個青椒啊 在淡水的那個 物價都比這邊高很多了 可能是裝備價格吧 所以來這邊吃 買到賺到喔 在過去剛剛還有什麼菜 今天還要來看 哇還有小黃瓜一斤十八 我是很驚訝 今天人有夠多的 然後這個什麼 高薪白 兩粒五十一粒三十 這個 蛤 菜條兩條再三十塊 然後這個 是什麼 花椰菜 三粒五十一粒二十 太厲害了 好嗎趕快先買微妙囉 他問了這個服務人員 聞了有沒有山東大白菜 他好像不太理我 還是要聽不太懂 後來我發現 其實他們是外國人 就是泰國或是越南那一國 好吧這不重要 我們來看這個價錢 哇色香葡萄也太貴了 這本來就貴了 然後看看那個小香菇 小番茄看錯了 番茄炭金香菇 兩盒八十一盒五十 今天要來做糖果味 很適合 一粒五十塊 一粒十塊 很便宜捏 太便宜了 讚讚讚讚 那下次居然是攤買好就好了 等一下再去看別地方囉 北投市場裡面 這個清漿市場實在是太庸直了 我現在已經把菜買完了 但是我發現有一攤更便宜 就是 這一攤 在大興街這個十字路口 大興街跟青江路口 這邊有一間萊爾夫這邊 對面這邊有一攤 水果攤 比賣水果比較多為總 超多人在這邊買 我發現來這邊買菜的人都是老人家 幾乎都是老人居多耶 怎麼很少看到年輕人來買 因為其實北投應該是老北投 這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我們來看一下它這邊的價格 南瓜一斤十九塊 這便宜嗎 然後看看這個黃肉五十七號 最好吃的五十七號地瓜 好小條喔 一斤十五塊 感覺好像都軟掉了 所以說 呃 點點點 看一下那邊蒜頭 蒜頭好小多喔 這價三包一百一包四十 剛剛我去買一包四十塊 新鮮就 有脆感 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便宜 就有便宜的情感 貴一點有貴一點的食感 好啊 各自平衡喔 再換另外一頭去喔 野生三藥 從而來過的 野生三藥 一斤二十九 不知道要用來幹嘛 欸 這邊有一個比較珠珠 五十七號地瓜一隻蟲 好像 比較寒 來看看喔 質感有差啊 可是也是要挑一下 再來募集一下 紫色三藥 一斤三十九 三藥就長這樣 還有什麼 超甜 砂糖糖 一包 八十 芥蘭 兩包 九 算了 家裡的冰箱已經訂不下了 還是不要買好了 雖然很心動 再看那邊有一斤四十九的 三藥跟一斤特價 三十九的 三藥 不知道 它在哪裡 我看一下它的這個水果 欸 這怎麼那麼像那個 之前我們吃的那什麼名字 五十九的 一瓶 三藥 富士蘋果 五粒一百 老牛 九 百香果一包一百 兩包一百八 五十九 是便宜還是貴的 其實 便宜可以 我覺得 南投呢 百香果賣的最便宜 我整箱買 這樣還算貴 再看一下木瓜 木瓜一斤三十五 超甜的一斤三十九是什麼 不管 對水果其實沒什麼興趣 這一攤喔 再往前看一下 一斤四十九已經是最便宜的 昨天真的是很烏龍 買了一斤十九的那個老薑 掛在博多車後面結果 戶圖中掉了 損失八十塊 搖頭 好 不管了 繼續的看看 欸 為什麼那邊有一個什麼竹漿 繼續募集 竹漿 南投特價一斤三十五是什麼漿 一斤三十五的漿 到底差別在哪裡 為什麼那邊四十九 這邊就一斤三十五 是比較年輕嗎 還是比較老 更老嗎 不可能 為什麼 價錢不一樣 再有差別在哪裡 反正現在漿 不管是四十九或是三十五 我覺得都是便宜的吧 它貴的時候就很貴 便宜的時候就真的很便宜 那邊也有那個比較大顆的地瓜 反正現在地瓜這邊賣就是一斤十五 大約就是這樣 這邊賣的就是類似這些菜啊 隨便 來看看它的番茄好了 牛番茄一斤十五 很便宜咧 最過最便宜的就是那個牛番茄一斤十五 是我 最便宜的番茄 這個黑市怎麼那麼大顆 一斤十九超便宜 又漂亮 剛應該來這邊買的可以 算了 都已經買了 算了吧 好吧 下次再看看好了 可是下次可能沒有便宜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周邊的環境好了 以前旁邊這邊是一個麵包店 現在這個麵包店已經不見了 這個麵包店賣的麵包其實還不錯吃耶 老麵包店 不過沒賣有點可惜 叫金沙蛋糕麵包吧 你看那麼多人 我怎麼擠得進去啦 我也沒什麼時間了 下次再來逛 這個老北頭市場 青江市場 或者去逛中紀市場 而已 反正它這個市場超大 從頭逛到尾 逛不完 東西便宜 又很多 今天就先介紹到這邊為止囉 掰掰